今天這一集我們來看AirTag的產品 其實這產品是我們之前影片的表殼送的 這個產品已經出很久了 通常這個可以去尋找或者它可以追蹤 甚至國外的人有把它放到鞋子裡面 然後運到國外看最後那雙鞋子會掉到哪裡 聽說它的定位非常準 其實我沒有在用這個 這個送的我們就來評測看看 那我們先把它拆開 它的外觀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撕開 蘋果產品都是這樣之盒 那如果你很常忘東忘西的人 這個產品我是覺得 因為之前很多人在講說非常好用 那也許你們可以入手看看 那我個人是還好 所以這個產品我沒有太大的興趣 不過既然是送的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它裡面的話就很像這個 Apple它歷年來的那種產品 很像那個耳機小小的這樣子 然後它看起來它是一個小的扣子 然後後面有一個銀色的這個蘋果量式 這應該是它有說明書吧 它主要搭配的軟體是這個尋找的這個APP 就是它本身手機裡的那個尋找 就可以找到這個產品 然後它的這個外面有一個貼紙 然後遠遠的一個鈕扣 聽說它這個電池呢 它是要自己去更換的 它可以撐一年 我們把這個塑膠貼紙拿掉 那我這個一拉的話 應該就可以啟動它的這個電池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往上拉 我聽到一個叮叮叮的聲音 那應該是開始了 如果這個你不會換電池的話 我建議可以去它的一些官方的 或一些維修站問看看 那我個人是不知道怎麼換的 也許等之後沒有電 再來跟各位分享 它看起來就是這個大小 非常的小巧 它很像那個五指旗 不過比較大一點 看一下它到底多大 這個質感非常好 它這個是有圓潤的這種邊 然後我們拿這個尺量一下 大概是直徑大概是三公分左右 三乘三這個圓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非常小巧 很可愛 好那聽說就是你靠近手機 它好像就會 就會偵測的到 喔果真它馬上就是偵測的到 然後就要配對去連線 那我們就按連線 然後你可以命名它這個AirTag 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我這個我應該會放在我的錢包 所以我就寫錢包 繼續 然後這個會是有我的一些資料 我按同意 然後它就開始在跑了 它就會連線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它就已經定位了 而且它還可以播放聲音 當然啦 我們現在不用播放聲音 我們按完成 那這樣就完成了 哇那就很簡單 那我會把它放在我的這個皮包裡面 那因為它很小巧很薄 所以你就稍微這樣子 隨意的地方都可以放進去啊 那我就把它放到這個皮包裡面 它就可以定位了 那我們測試一下說 它的那個尋找的功能 那其實你在這個APP裡面呢 你就可以去找這個尋找的APP 那我就點取尋找 然後呢 它下方這邊呢 會有這個物品 那我點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我的錢包 它就會寫說在你身邊 因為它在我旁邊 那其實你也可以 在這個地圖上面去尋找 按這個尋找的話呢 會跑出來 告訴你的錢包在哪邊 所以我如果去拿在旁邊 或一些什麼 它就會去 在這個附近的位置去辨別 然後它可以發出聲響 比如說我放到旁邊 它會發出聲響 按一下就發出一次聲響 所以AATEC這個 如果你有一些重要東西 不管是包包鑰匙啊 或者是你常會忘記你車子在哪裡 摩托車在哪裡 你就是可以去買這個產品 那它 我覺得它還有相關很多的 這個AATEC的那個 吊飾啊 有的那個鑰匙 它可以外接 可以去code 那這個相關的 你們再去買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沒有用到這個 所以我應該是只會放在我的皮包裡 好吧那今天這一集 就開箱到這裡了 它這個其實很容易去使用 所以不用太多的介紹 你就是在那個尋找的APP裡面 去點選就找得到了 好那今天自己就要知道 希望對人會有幫助 在這方面 我可以進行